而吉安湘公所中秋节独居长辈物资发送活动 再度委托了巡守队来协助 一一前往了独居老人家中来探视关怀慰问 香肠邮淑贞就感谢巡守队员守护民众安全的奉献 又经常关心辖区内的独居长辈 而中秋节的前夕也透过了巡守队员到家访试 让老人家感受到温暖以及关怀 吉安湘公所中秋节前夕会发送安心物资 给境内独居长辈还有弱势关怀户 这项任务特别委请巡守队员来代劳 透过队员们亲自到府关怀探视 让长辈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各位辛苦了 每一次加决的时候 我们湘长包括我们湘公所团队都很温馨的 会想到我们独居老人以及需要关怀的 这一次也不例外 准备好多的物资要来分送给他们 但是咧 这么多年下来 我们巡守队好像是我们的责任一样 所以我们也勇于承担这份光榮的任务 所以各位到关怀副或多独居老人那边 麻烦大家多多的关怀一下 问候一下这些 希望我们关怀这些人 平常他们也是不计在那边 很少人去跟他问候 或多讲两句话 我们不妨多花点时间问候他一下 让他觉得非常的温馨这样子 简安厢长游淑珍感谢 巡守队员常年在社区当中守护乡亲的安全 过节前的道府关怀 更让弱势民众可以感受到周延的照顾 社区邻里巷弄关怀 让超人巡守队达标我们的送达物资 在中秋节前夕 我们的独老的关怀 以及特殊居住户的物资送达 有劳我们所有八个巡守分队 为我们逐一的家户献上关怀 贵问以及访查 所以有111位的独居老人 37户的关怀户 逐一的让我们献出关怀 献出我们社会的爱与 集安的所有的这样的幸福跟慰问 所以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超人巡守队 有你们真好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相亲好朋友们 关怀左右邻居的独居户 以及我们的特殊户 让我们一起共够共利 在每个社区带来的祥和 更安定和幸福 简安乡公所今年将发放 111份独老物资 还有39份的弱势关怀户 为由八个巡守分队协助来分送 让弱势长辈和乡亲 都可以温馨过中秋 借旅会简安乡报导 到哪里愿望 大家要先但我们下注